大家好,我是DK,今天的中国历史名将系列,为大家讲述的名将是 近线迷剑纪,使吐蕃发生内乱,北阙突厥,吸走吐蕃,扩近1500米的代国公郭元正 郭元正,本名郭正,自元正,以自行于世间,并州杨曲人,身于魏州贵乡,唐朝时期宰相兼名将 郭元正出身太原郭氏,唐高宗贤亨四年,年仅18岁的郭元正考中近史,被任命为通权县位 因写作《宝剑篇》而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被提拔为又五位凯曹参军,奉承奸臣 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吐蕃请和,武则天命郭元正出使吐蕃 吐蕃大呛论清宁要求武州撤去安息四镇的守卫,并求取实性突厥之地 郭元正说道,安息四镇实性突厥与吐蕃是不同民族 请求朝廷撤掉守军,难道不是有兼并的打算吗? 吐蕃回答道,吐蕃如果贪求土地,想成为中原的编户,则会东庆甘州梁州 怎么会牟利于万里之外呢?于是,伦清宁派出了使者 随着郭元正入朝提出上述请求,当时朝廷对此犹豫不决 郭元正上周道,伦清宁要求霸兵割地,这是厉害的关键 确实不应轻易做出决定,如果直接拒绝他,肯定会招致很深的编换 四镇的利益距离我们很远,但是甘州梁州的受害离我们很近 不可不慎重考虑,应当用计策拖延时间,使他和好的希望未断绝就好了 那四镇十姓,吐蕃是很想要得到的,而青海土玉魂也是国家的要地 我们不如这样回复,四镇十姓之地,本来对中原没什么用处 之所以派兵束手,是想要安定抚慰西域,分散吐蕃的军力 使吐蕃不能全力东青,如果吐蕃无东青的打算 就应当归还我土玉魂各部及青海故地 而西土爵无矮经部也应当归还吐蕃 这样便足以堵住伦青龄的嘴,而且也未与他断结关系 如果伦青龄稍有违背,则是他无理在先 而且四镇十姓,恳逞归父已久,如果不考察他们的项背事情的厉害 就远远地抛弃他们,恐怕要使各国伤心,不是控制四姨的良策 武则天听后,很是赞同他的建议 郭元正又说,吐蕃百姓为姚役和兵役所苦 早就愿意和我们和好,只是伦青龄土统兵专制的私权 不想归父,如果我们每年都派去表示和好的使者 而伦青龄常不从命,则吐蕃百姓对伦青龄的怨恨就会日益加深 盼望得到国家的恩惠就会日盛一日 他想要大规模动员他的百姓,就肯定会很困难 这就是逐渐离间的办法,可以使他们上下猜疑,霍乱从内部产生 武则天听后深表赞同 后来,吐蕃君臣果然相互猜忌 胜利二年,公元699年,吐蕃泪乱 伦青龄被诛杀 他的弟弟赞婆率领余部归降伍州 武则天闻讯后,命郭元正和何元经大使 夫蒙宁钦,率骑兵前往接应 九世元年,公元700年 吐蕃大将驱蟒不知入扣梁州 被梁州都督唐修锦击退 郭元正也参与了军机 被封为主客郎中 大逐元年,公元701年 吐蕃与后突厥联合竞犯梁州 正在洛城门举办宴会的武则天听闻此事后 立即霸跃 任命郭元正为梁州都督 拢幼诸君州大使 调集群中的大将五万多人 号称二十万人 奔赴河西 郭元正到了梁州后 吐蕃向来听说他的威名 当即表示 我们吐蕃赞谱都很怕他 我们怎么有可能能打得过他呢 于是相继撤兵离去 郭元正因为梁州西抵吐蕃 北有后突厥 九世其弱为扬天威 于是征掉拢幼兵马一百二十万 号称两百万 急于黄州 分十道其境 过青海 几乎抵达了吐蕃的赞谱牙照 吐蕃赞谱屈西寝和 献马三千匹 黄金三万斤 刘阳不可胜数 郭元正大张军为授旗藩礼 而班师回朝 降服西荣后 威望震慑北敌 后突厥便献马两千匹 并将俘获的梁州人士 都放回到边塞 从此 藩正肃清 藩国敬畏仰慕 另行禁止 道不时宜 凡是这里的典范 都被后世效法 何夕拢佑十多个地方 为他建立祠堂 匿碑颂德 严立军等人 均为其撰文 当初 梁州南北不过四百多里 突厥 吐蕃常来侵扰 梁州军民身以为苦 郭元正到任后 在南部边境的峡口 修筑了和荣城 在北部边境的沙漠中 设置了白亭军 控制了梁州的交通要道 将梁州的边境 扩展了一千五百米 从此突厥吐蕃的兵马 再也无法到周城侵扰 郭元正又让甘州刺使 李汉通实行屯田政策 充分利用当地的河流土地 从事农业生产 此前 梁州地区的骨子 每壶高达数千钱 而屯田后 一匹细菌 就可以换到数十壶粮 积存的军粮 可供数十年之用 郭元正擅长安抚 统治百姓在梁州任职的五年中 深受当地各族百姓敬仰 并且法令严正 军纪严明 使得治下流洋遍野 路不时宜 神农二年 公元706年 郭元正改任左霄卫将军 简校安息都户 后来 突骑师首领 乌智勒部落强盛 表示愿意与唐朝通和 郭元正便到突骑师崖障 商议军事事宜 当时天降大雪 郭元正立于帐外 与乌智勒会谈 大雪越积越厚 郭元正逐步移地 而乌智勒因年老体弱 不赖严寒 会谈结束后 竟被冻死 乌智勒的儿子沙格 认为是郭元正设计 害死了他的父亲 打算率兵袭击唐军 唐军赴使 御史忠臣谢婉文讯 劝郭元正连夜逃走 郭元正说道 我已诚心对待他们 又有什么可以怀疑和害怕的呢 再说 我们都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 就算是想要逃 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此日 郭元正身穿素服 前往调野 半路上遇到沙格的士兵 敌军没有料到郭元正会来 也不敢轻举妄动 忙说是来迎接他的 郭元正走进帐中 调宴赠礼 哭得非常悲伤 并留下帮你料理丧事 沙格被郭元正的诚意打动 向唐朝派去了使者 进献两马五千匹 骆驼两百 留养十余万 不久 朝廷任命郭元正为 金山道行军大总管 景隆二年 公元708年 沙格与阿史纳 朔绰终结不合 多次发生冲突 朔绰终结由于兵少将威 逐渐不敌 郭元正奏请将朔绰终结 招入金师数位 将其部落迁至瓜州 沙州一带 朔绰终结率部东撤 在波仙城与唐朝西域经略时 又巍卫将军周以涕相遇 周以涕劝他不要入朝 贿赂宰相钟楚克 祭出那 联合安息军与吐蕃军 共击沙格 并求册封阿史纳县为可汗 以招俘突厥实信人马 这样既能报沙格香气之仇 又可以保住对部落的控制 胜于入朝受制于人 朔绰终结身以为然 便率军攻陷了榆田砍城 并前使用重金贿赂了 中楚克纪楚辣二人 郭元正听到这个消息后 当即尚书 极力劝阻 并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 指出 如果将吐蕃引入西域 会引发安息四镇的危机 同时认为 朔绰终结请求策立的阿史纳县 和之前的阿史纳元庆 阿史纳胡瑟罗一样 都无过人之才 但是朝廷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不久 朝廷派御史忠臣冯家兵 持节安抚朔绰绰绰结 市御史女首宿处理四镇事务 任命刘诗蒋为安息副都户 统领甘州梁州兵马 联合吐蕃一起进攻沙戈 沙戈的使者沙纳 此时正在长安 闻讯后立即赶回通报沙戈 沙戈大陆 发动四路兵马 分别攻打安息 波幻 烟旗 由于沙戈兵士盛盛 郭元正屯兵苏勒 涉战与苏勒赤河河口 不敢出击 沙戈趁朔绰终结迎接冯家兵时 派兵偷袭 深情的朔绰终结 杀死了冯家兵 不久 女首宿刘诗蒋先后遇害 沙戈趁胜攻陷安息 断绝了四镇之路 宗楚科又奏请 以周一涕为安息大都户 征召郭元正入朝 并册封阿什纳县 为西图爵实信可汗 派军进驻烟旗 讨伐沙戈 沙戈写信给郭元正说道 我与汉人本来没有矛盾 只是与朔绰终结有仇 但是宗尚书 接受了朔绰终结的贿赂 毫无道理的 想要发兵攻破我的部落 并且冯忠臣和刘都户 都相继率军而来 我又岂能坐以待毙 我听说阿什纳县 也将来到此地 他的到来 只会使安息寺镇冲突争多 恐怕今后 难以有安宁的日子好过 请您看着怎么解决吧 郭元正便将沙戈的信 呈给了唐综终 宗楚克大怒 奏称郭元正有不成之心 争他入朝准备治罪 郭元正派儿子郭红走小路 将实际情况 向唐综终一一秉明 请求留在西域稳定局势 不敢返回朝廷 不久 周以替被流放白州 唐综综再次任命郭元正为安息大都虎 下诏赦免了沙戈的罪行 并册封为十四姓可汗 锦云元年 公元七百一十年 宗楚克等人在政变中被杀 唐锐综继位 郭元正被争败为太普清 加迎亲光禄大夫 郭元正离任时 安息各部落的酋长 有的甚至划破脸面痛哭相送 刚刚行到玉门关 离梁州还有八百里时 梁州百姓就已经准备好了湖江来欢迎他 锦云二年 郭元正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接替宋景出任立部尚书 不久 郭元正又改任兵部尚书 奉管陶县南 同年冬 郭元正与伟安时张税被大去相位 先天元年 公元七百一十二年 唐锐宗退位 唐玄宗继位 郭元正出任朔方军大总管 修筑丰安定远 使得束手军队得以有囤柱之所 先天二年 郭元正以兵部尚书之职 再次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 同年七月 唐玄宗诛杀太平公主 郭元正亲自率兵保护太上皇唐锐宗 在中书省数位十四页 因公禁封为代国公 不久 家官御史大夫 天下行军大元帅 后来 郭元正出朝任职朔方军大总管 以防备突厥 先天二年十月 唐玄宗在丽山举行军业 并亲自擂鼓 郭元正突然出班奏事 打乱了军业 唐玄宗见军容不整 非常生气 令人将郭元正立即斩首 刘悠求张税劝谏说道 郭元正立过大功 即使犯了纵罪 也应予以宽恕 唐玄宗便赦免了郭元正的死罪 将他流放到新州 不久后 唐玄宗练及郭元正昔日的功劳 在同年11月28日 受尊号时 专门特赦了郭元正 起赴他为饶州司马 郭元正招此挫折 心情抑郁 在赴任途中病逝 终年58岁 开元十年 公元722年 朝廷追赠郭元正为太子少保 唐大历十四年 公元779年 唐代宗平定前代功臣 郭元正与李孝公 玉池靖德等十四位 林燕阁功臣 同列第二等24人之类 唐建宗元年 公元780年 郭元正与裴继 刘文靖等34人 被定为功臣上等 唐建宗三年 公元782年 唐德宗追封古代名将64人 并为他们设庙响殿 当中就包括兵部尚书 同中书门下三品 代国公郭元正 唐大宗二年 公元848年 唐宣宗则取功臣37人 将他们的画像挂于林燕阁 郭元正名列其中 北宋宣和五年 公元1123年 宋氏依照唐代惯例 为古代名将设庙 72位名将中 亦包括郭元正 在北宋年间成书的 《十七十百将传》中 郭元正亦位列其中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此结束 如果喜欢 请点赞收藏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